哼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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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哼 哼嗨 哼哼 哼嗨 哼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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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哼哼 怎么你还不睡觉 我在做ODI啊 最近都在做两份工 爸是为了要买物资 哎哟 这我买不到 你看最近房价一直在升 我不再努力啊 就买不到了 你的budget大概多少钱 你的负贷又是很多啊 其实我的budget大概是300多钱咯 你有办法吗 哎呀 小事情啦 我帮你打电话问问看 哈喽 哇 这样晚还有人接电话啊 是的 是的 请问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搬到你吗 喂 Alisha 我是Ivory啊 想请教你一下 我的朋友要买Binang的房子啊 你有什么建议吗 可以啊 他的budget大概是多少钱呢 他其实毕业工作不久啦 薪水大概4000这样 他本身是没有什么committment的 想要找300多钱的物资 OK 我其实建议他可以考虑 槟城的可负担房屋 哦 什么是可负担房屋 是不是像low cost这样的 那个要等很久的哦 有些人从年轻等到老 等到了地点又不理想 可负担房屋和廉价屋是不同的 一般上房子的size会比较大一点 而且会有像condo的facilities和security 这一地点呢 是按个人的preference都有不同的选择 哇 这样好 价钱贵不贵 手续会麻烦吗 需要什么条件吗 OK OK 一个一个慢慢来 在槟城的affordable house 一般的价格大约是在300千到400千 首先你要是Binan郎 满21岁 Binan的选民 First time buyer 业路呢 不超过12千就符合了 选好自己心意的project 就可以准备向州政府申请 需要什么文件申请呢 哦 很简单 只需要5项 IC Binan Water Sleep Secret Sleep Report 如果是打工的 要3个月的basic Self Employer的 就要去宣试官宣试收入 最后一项 是EPF Statement 是不是很简单咧 哦 哎呀 可惜我有房子了 不如我叫你帮我找一间 诶 其实你可以买的哦 如果你第一间房子 买的时候的价格 低于affordable house的价钱 政府是允许我们 upgrade我们的second house的 哇 很好啊 可是如果第一间房子 价钱高过现在要买的 affordable house 那要怎样办呢 哎呀 也不是问题 可以直接买open market的 affordable house 虽然它会贵几万块 不过它也是比市场的公寓 便宜很多哦 喂 Everly 你还在吗 在在在 我们在收拾东西 不要等了 现在马上带我们去看屋子 喂 喂 哈啰 哈啰 你怎么还不睡觉 演员圈圈那么深 我在找屋子 最近 每天吗 撒一撒一撒 哇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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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